大家好,我是萨姐 今天来做一个又脆又香,制作极其简单的空心糖酥饼 饼中间是空心的,甜甜的 一口咬下去,嘎嘎嘎嘎,脆的不得了 做中式的面点,一般用普通的中筋面粉 倒入一点盐 植物油和凉水 搅拌到见不到干粉,下手揉几分钟 表面不需要特别光滑 大约这个状态就可以盖上保鲜膜,饧发15分钟 时间大了之后,只需要轻轻揉几下 面团就会变得非常光滑 所以一般不是发面的面团 大家都可以通过静置饧发来替代揉面 省了力气,面团还变得特别光滑 继续盖上保鲜膜,饧发20分钟 现在来做这个糖酥饼的糖馅部分 红糖或者黑糖里倒入面粉 混合均匀 这时可以先预热烤箱至230度 把饧发好的面团搓成长条 分成6等份 每份大约65克 取一份面团 擀成一个椭圆形 放入红糖馅 然后两边向中间捏紧,成一个橄榄形状 压扁 擀成一张又大又薄的椭圆形 做的过程中务必要保证加入馅料之后 封口要捏紧,而且擀成一张大橄圆形 表皮不能擀破 否则糖酥饼就做不出空心的效果 放入垫了烘焙纸的烤盘里 表面抹一层蜂蜜水 撒上白芝麻 加入预热好230度的烤箱中层或者中下层 烤10-12分钟 烤箱取出之后迅速放在架子上放凉 这个糖酥饼一掰,里面都是空心的 带着淡淡的甜味,脆的掉渣渣 这个糖酥饼扁扁的没鼓起来 就是因为加入馅之后,封口没有捏紧导致的 大家不妨在家动手试一试,非常的简单 欢迎上我的Facebook发作业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离开前别忘了点赞 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我们下集再见